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 在这个单元里头呢,我们的主题是通用性的JCO 我们谈了很多EIT里头的重点、焦点就是JCO 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来把JCO呢,七分成通用性的以及特殊性的 那我们要来探讨这个通用性的JCO是怎么设计的 那么通用性的JCO呢,以特殊性的JCO之间又如何互相的转换 OK,也就是怎么样从通用性的JCO转换成特殊性的JCO等等的 这个议题 好,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一开始会帮你说明这个通用性JCO的含义 那么其中有一种JCO呢,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个通用性的I 也就是EIT里头的I,这个是对Server端的这一个通用性JCO 好,那么我们后面还会跟你说明这个针对Cline端的通用性JCO 好,那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呢,我们主要是让你了解这个通用性JCO的角色意义以及基本的技巧 好,那么在下一个单元呢,也就是第七个单元,目前是第六个单元 那么第七个单元呢,我们会挤这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让你更深刻的从实际的案例当中来体会这一个通用性JCO的神奇 以及它的设计,以及它的设计的思想跟方法跟技术 那么在更后面,我们还会有另外一个把很多个通用性JCO把它组合起来,来创造一个更大的神奇 OK,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这一个通用性JCO的含义 所谓通用性JCO呢,其实通用性跟特殊性,其实它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 OK,好,那么我们会来说明这个它的相对性 OK,那么首先看看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呢,有一个CLINE,然后有一个SERVER 那这CLINE跟SERVER之间有一个JCO在这里 有一个JCO,那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一个JCO呢,I1,它很明显的 它是专属于这个CLINE1跟SERVER1的一种特殊性的JCO 也就是说CLINE2可能就不能用了,或者是它就不能接到SERVER2 所以从这里头一看,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它就是一个特殊性的JCO 那么随着这个企业的业务呢,越来越多 所以呢,我们的CLINE SERVER的这个架构呢 这个结构呢,会越来越多 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做电信行业的 那么在或者是做广电行业的 那么在不同的这一个省份 那么它的CLINE跟SERVER可能就不一样 所以不同的省份,不同的企业 那么它都有它自己的CLINE跟SERVER 因此呢,它就有自己的JCO 所以呢,我们每一省都有它自己的JCO 那么就我们架构式而言 那我们要面对全国各个省份 各地区不同的CLINE,不同的SERVER 引发出来的这个特殊性的JCO 那么就会有I1,I2,一直等等到IN 所以你看,这是不同省份的 第一个省份,那么它采取的是I1这个JCO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省份,第二个省份 它是I2的JCO 第N的省份就是IN这个JCO 那这样子我们的系统呢 就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咯 因为各地方各地方都各自为政 那么我们在管理全国性的这个系统的时候 那就非常的困难了 非常的困难 因为百花齐晃 百花齐晃 但是我们总是希望像一棵树一样 树叶有在百花齐晃 没问题 一棵树,一棵花 本来就应该百花齐晃 但是总是不能只有花,只有叶,百花齐晃 但是它的树干呢 它通用性的树干有在哪里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针对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晃的系统 来设计出它的这个树干 也就是设计出它共同的部分 也就是共同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OK 所以为了整合这些众多的特殊性接口 我们通常会设计出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来尝试着统一它们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 可以借机会来监控它们 例如呢 下图的IMS就是一个通用性接口 所以你看本来是Cline直接通这个I1的 本来是Cline2直接通I2的 本来是ClineN直接通IN的 现在这个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因为如果直接通 我们在掌控全国性的这个系统呢 我们就掌控不了 没有任何的着力点 因此呢 就设计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就是IMS 它就是这一个Monitor Service呢 这个G类 来提供的接口 当然这个名称只是我选的 你会适应在不同的情况下 你选择你自己的名称 这里选择自己的名称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通用性接口 以及通用性G类的一种名称而已 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的名称 所以Cline1就透过这个IMS的G类 然后调用这个Monitor Service 其中的函数 当它一调用进来的函数的时候呢 我很可能就会扣到后面的另外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叫做Watch Dog 叫做看门狗 然后就可以通报给各个看门狗 说他们到底从这里来 到底通信了些什么 因此呢 我就可以借机会 掌控了这个全国各地的 这个通信的情况 那这个看门狗呢 真的就能够监控了整个状态 随时告诉这个中心 这样子有什么异状等等 都可以及时的处理 及时的处理 也可以做大数据的统一分析 大数据的管理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就是这一个IMS 它是所有的Cline都会透过这里 然后进来再扣到这里 再扣到这里 再扣到这里 OK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让你了解了 所谓通用性接口的 基本的这个形式 那之后呢 待会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以及呢 下一个单元呢 会有实际的一个案例 还有后面还有更大的案例 来帮你解释 来帮你解释 让你熟悉呢 这个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思想方法和技术 好 其实呢 这一个通用性接口呢 其实常常是成双成对的 例如呢 上面的这个IMS 这个接口呢 这个接口 它是对Cline端的接口 对Cline端的接口 事实上 另外还有一个接口 是对Server端的 所以此外呢 那我们常常还会在设计一个 针对Server端的接口 那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EIT里头的I 在这里 就是 这是对Cline端的接口 这个是对Cline端的 那么 显然这个是E 如果用EIT的角度看 这是E 这个是I 那么这是T 所以这是一个EIT 这是一个EIT 所以这里是怎么跑出来的 其实它叫EIT的结构 EIT的结构 OK 所以你用EIT去看它 就会觉得 这里头其实并不复杂 它只不过是一个EIT 然后一个E 透过一个I 衔接N个T 然后再提供一个单一的 通用性接口 给开端 因此呢 我们有 首位的通用性接口 就有两者 一个是这个 给Cline端的通用性接口 一个是 针对SERVER端的 这一个通用性接口 那针对SERVER端的通用性接口 那针对SERVER端的通用性接口 其实就是EIT里头的I OK 那 因此呢 它就会 长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 这个特殊性的接口 能蓝是存在的 能蓝是存在的 并没有把它丢掉 所以这个SERVER1 能蓝是实现特殊性的接口 SERVER2 能蓝是针对特殊性的接口 I2 这个能蓝针对特殊性的接口 IN 我们并没有改变掉它 那 就是说整个CLINE跟SERVER都没有改变 只是增加了透过EIT 来建立出对SERVER端的通用性接口 然后再提供一个 这一个通用性接口给CLINE端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基本的通用性接口的基本结构 以及它的角色 OK 好 那 上述这个架构看起来是蛮合理 而且蛮美好的 不是吗 那么 我们又如何来设计 这两个通用性接口呢 好 我们现在整个造型 整个形式 是对的 让这个更多的CLINE跟SERVER 中间用EIT 来把它分离 又把它组合出来 然后提供了 我们更多的整合的一个能力 还有监控能力 监控的能力 那么在这个美好的结构下 我们又如何来做它的这个详细的设计呢 就包括如何设计这两个通用性接口的详细内涵 那么这个通用性接口的I 又如何呢 转成这个特殊性的接口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 课程在这个单元的这个主题咯 好 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在这个单元里头呢 我们的焦点咯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我们就来 针对SERVER端的I 来做详细的说明 好 之后 再来对 很爱端的I 再进一步的说明 OK 好 谢谢